台中世行大执行了斩蛇行动 破获由张信兄弟经营的人蛇集团 哥哥在台湾以博弈打工诱骗被害人到泰国 接着由弟弟在当地来接应 强迫被害人从事诈骗 只要有人反抗 就会遭到电极施暴 警方掌握了情资一举攻坚 让张信主贤措手不及 甚至连一只都来不及装 狼狈就呆 大批警力收持盾牌 大学喝吃 嫌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警方控制住 这里就是人蛇集团藏匿被害人的旅馆 集团嫌犯在网路上刊登求职讯息 诈骗被害人到旅馆或是日足套房面试 实际上把人拘禁在房间 并且没收手机 台中世行大进行斩蛇行动 成功救出7名被害人 但却发现在台中不止一个犯罪集团 穿黑色背心的张信主贤 被逮时连一只都还没装上 和弟弟两个人联手经营人口贩运 张信主贤以博弈打工 在台湾诱骗被害人到泰国 弟弟则是在当地接应 逼迫从事电信诈欺 只要有人反抗 就电极殴打关进小房间 当被害人一不堪暴力对待 要求反驳时 张信主贤即要求必须支付赔偿金 人蛇集团国内外领应外合 主要以一条龙方式犯案 涉及成员也很多 警方将持续执行 战蛇行动 要把人蛇集团一网打尽 接着潘行与王英璋台中报道 主要以下